每天造一句,英语没问题 他们没有我穿的外套的尺寸 用英语该怎么说 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主干部分 主语呢,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they 接下来找位动词 这里的位动词呢,是有还是穿呢 很明显是有 有就是have 有什么呢 有我穿的,还是有外套 还是有尺寸 很明显是有外套 decoat 有什么样的外套呢 有我穿的尺寸的外套 in my size 最后来判断一下这个句子的句式 这里呢,有一个美 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否定句 否定句的话,就要看这个句子是否有实义动词 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have 实义动词 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个主动词 they所对应的主动词呢 就是don't 最后在莫为中介绍我们的句号 这样这个句子呢,就完成了 they don't have the code in my size 你们都学会了吗 点赞国家宝宝老师 英语 一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